遲到是因為有特地準備什麼內容 要抗辯嗎 藝人黃紫嬌持有未成年影像 遭台北地檢署起訴 15號下午台北地院首度開庭 黃紫嬌卻比原本預計 三點半開庭時間晚了整整22分鐘 我準時到 還沒拍到我 抱歉 還沒拍到我 未準時出現 原來是因為前一庭還沒開完 黃紫嬌擔憂被媒體包圍 等到律師打Pass後 才快速進入法院內 我們希望能阻絕兒哨性剝削產業的犯罪鏈 只要付費觀賞購買下載兒哨性影像 都有罰則 7月12號立法院深夜三讀通過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修正案 最重署7年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100萬罰金 又稱為黃紫嬌條款 但因為從舊從清原則 三讀後的法條並不適用黃紫嬌 而回顧整起案件 黃紫嬌捲入咪圖風波後 檢方側辦過程 在查扣硬碟中發現 黃紫嬌從創意私房購買七部未成年 不雅影片 檢方考量黃紫嬌是出販 也無散佈影片 因此給予還起訴處分 令支付公庫120萬 和簽字回過書 高檢署發回續查撤回裁定 在今年5月起訴黃紫嬌 注意安全號 黃紫嬌官司纏身 因為被一名K小姐指控涉嫌妨害性自主 這個月5號遭檢方傳喚 昔日演藝圈的主持大咖 如今捲入性侵案件 往日美光燈下的風光樣貌 煙消雨散 三零新聞及海明雄雲SN小組 台北常報導